好几台车辆朝着海军一架重落地的反潜直升机 喷洒泡沫水畜,强力灌旧 事发现场冒出阵阵浓烟,机身毁损严重 民众从制高点拍下惊险救援过程不断惊呼 这起发生在22号的意外 与基地只有一强之隔的民宅遭机上喷飞零件波及 事隔一天附近住户回忆,还是不敢置信 民宅受损可以维修 但当时在机上的四名海军弟兄都还躺在医院治疗 其中伤势最严重的机工长刘尚军 全身95%、2-3度烧烫伤,还没有脱离险境 并且有珠网膜下枪出血 那已经实施了青创,还有抗生素的治疗 那课证严密而且积极的抢救治疗中 而机上另外三人孤性检验室 驱赶四肢2-3度烧烫伤,面积大约20% 目前状况稳定 正副驾驶则以脸部、肢体撕裂伤肋骨骨折为主 意识清楚生命迹象稳定 22号下午3点多发生在高雄左营基地 一架S拐动C反潜直升机意外 造成4人分别受到程度不一的轻重伤 大家及其为受伤的弟兄祈福 也全力追查事故原因